HELLO 欢迎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收看 欢迎收看 152旅行团 152旅行团 我是Angel 我是晓敏 我是于 我是书仔 我是艾奇 艾奇 我是Carmen 华金费又到2022年了 不知道你满不满意你自己救援的成绩呢 我们152旅行团 弄了一个回顾与展望的问题表 透过这个表 我们就可以更加了解自己多一点了 回过一下去年有什么难忘时 也帮自己定乱新一年的目标 好啊 那我们现在做个见证咯 我们现在哪个开始先 我就去了读书 那我也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还有很好的一个体验 每一天早上8点要起床 然后就读到晚上5、6点放学 都很开心我自己可以捱过了这段时间 我就当然是做了瑜伽导师啦 我去考虑了瑜伽导师牌 然后就开了studio啦 然后现在开始 每一天都有教班啦 教瑜伽啦 这个突破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现在做的这一件事啦 拍片啦 回顾回2021年 一个小突破的 一定是我们成立了版业旅行团啦 那一把美女们 去explore香港的 好玩好吃啦 对啊 我在年初的时候呢 都曾经跟朋友说过 我真的很害怕要对镜头说话 我很害怕我说话不行 那事实证明 在852旅行团这里呢 其实也有很多人鼓励我的 都说你说得很好啊 都是谢谢852旅行团的 绞手啦 幕后绞手去邀请 那在镜头面前呢 也是一个新的试试的 因为我有时呢 都会不知所措的 所以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挑战啦 那我都要改善 慢慢去学习的事情啦 2021年发生在自己身上最大的事 应该就是我2021年的时候 发现自己有不舒服 身体变化就很大 而且要很专注地去医病啦 最近就脚手伤啦 那整个月都行不到 出不了街啦 那就对我来说 是人生一件很大的事 从来都没少这么久没出门的 这句说话呢 我自己多数会去参照一些 正文量语句的 有一个我是很喜欢的 叫做忘记所有不可能的借口 去坚持哪一个可能的理由 我们只要呢 整天都想着 这件事是可能的 是work的 那就会成真啦 我就会说 你已经做得好好了 不过可以做得更加好啦 我一定会说 嗯 辛苦你了 Angel 你做得好好的啦 今年 不知道 2021年呢 其实我遇到都很多困难的 包括学业上面 和身体上面 都很多谢 所有朋友 亲戚啊 还有 一些粉丝支持啦 他们都给了很大鼓舞我 很欣赏自己的特质呢 就是性格旧开朗啦 就算有什么 不开心的事情啊 或者遇到什么困难呢 第二天睡醒就没事了 就会继续 新的一天开始啦 又开始继续努力啦 做过最勇敢的事 我想是 我在2021年还是疫情期间 嗯 茂茂很冲动地 开了自己的studio 都 都挺勇敢 疫情创业 那2021年 有没有令我吃到最回味的食物呢 我12月16日都是在吃生日饭啦 其中去到一间餐厅呢 那个生日蛋糕好有趣 是一个音乐盒来的 新的一年一开始的时候呢 那我们香港的疫情又很反复啦 那 又再一次的lockdown啦 那我都希望 身边的人 还有你们每一位啦 都可以身体健康 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 希望疫情快点过去啦 就是 疫情对大家也很有影响 无论是瑜伽啦 健身啦 或者是食肆啦 大家都很有影响 那疫情快点过去 大家可以快点去旅行 我们852旅行团可以去 更加多的地方 拍多些好的给大家看啦 2022年最想坚持的事呢 就是写回歌啦 其实都偷懒了很久啦 都希望可以再写更多的新歌 做运动 大家不要看我好像很fit的 我是完全 嗯 未建立到一个很良好的运动习惯 这个冬天呢 都肥了几圈啦 所以大家暂时都不会看到我的比基尼上的啦 我现在每天都有联系 我希望我2022年或者之后啦 我都继续 保持着这个好习惯啦 因为每天练习其实很辛苦 自己很累啦 很辛苦的时候呢 都是一定要继续做的 就是除了这个是我的工作之外 你不练习就会退好 如果去一个月的话 那我当然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 当然每天都想吃 也都不肥啦 这段已经肥了很多啦 未来22年计划做多点事 当然要拍多点视频给大家看啦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 852旅行团啦 还有 给22年自己的一句说话 一定是 你可以的 你一定可以的 一定要继续努力冲啦 我要在自己 喜欢的路上继续坚持 会有那么一天 你所做的一切 会会过头来 蓋你力量 在此之前 请继续相信着 他最后的那句 请继续相信着呢 是我起鸡皮呀 我都要继续相信 会有一个好的 来临的 生活不一定要让别人过得好 但一定要让别人过得好 终于越来越好 多谢大家收看 852旅行团 大家记得要follow我们的YouTube频道 还要记得按右下角的钟仔 就可以即时看到我们最新的影片啦 还有记得like我们的Facebook和Instagram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继续拍片的动力啦 好啦 下次见 拜拜